我們看這題 他說在高處 將一球以相同的速率V 這每一個速率都是V 分別沿不同的方向 ABCD ABCD這樣拋出去 如這個圖所示 則著地瞬間 沿著何方向 拋出的球的洞最大 也就是說這四個球落地以後 哪一個球洞最大 答案都是一樣大 因為根據力學能手紅 這個高度如果叫H的話 那我以這裡當位能零點 那這樣的話 不論是ABCD 它的總力學能都是 在這裡的時候 四個洞都一樣 都是等於二分之一 假設質量是M 二分之一 MV平方 這個是這四個的動能 再加上它的位能 位能是等MGH MGH 掉到地下來 掉到地下來的話 假設它的動能速率叫做V0 動能就是EK 掉到地下來 所以總動能是這個樣子 四個都一樣 所以答案都是一樣大 有的人 就覺得說好像這個應該會比較大 因為它往下 然後一直加速 我們就不要用力學能手紅來解釋問題 我們就用運動學來解釋這個問題 首先 這兩個 這一個跟這一個的話 兩個掉下來的話速度會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掉下來的速度是V 在這裡的速度是V A的話 它上去以後再回到同一個高度 它速度也是V 就是說你一個球 拋上去的速度 如果叫V0的話 它掉到同一個高度的話 速度也是V0 你用等加速度運動的話 就可以證明這些事情 所以這兩個的速度一樣 所以它掉到這裡的那個速度 跟它掉到這裡的速度都一樣 都是等到 這個 這個速度我叫做二分之一 mV' 的平方 這兩個會一樣 然後再看B B的話 你可以看 B的話 你可以看成什麼呢 它有Y方向的速度 它跟水平方向的速度 水平方向的速度不會變 因為它水平方向不受力 這個就是所謂的直點運動獨立線 它跑出去以後的話 跑到同一個高度來 高度的時候 它Y方向的速度會相反 也就是說如果 這裡的速度是VY的話 它下來的速度的話 它下來的速度 它的Y方向的速度也是VY的 只是方向向下 X方向的速度也沒有變 也就是說 它的速度還是什麼呢 因為這裡的速度的話 因為這裡的速度是VX 這個V的話 是等於到什麼呢 等於根號 VX平方加上VY平方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方向的速度 水平方向的速度不變 所以在這裡 它的速度也是什麼 也是這個 就是VX平方 加上VY的平方 它只是什麼呢 方向顛倒 那這樣顛倒以後的話 所以這裡的速度的話 也是V嘛 好 那這樣子的話 然後的話呢 然後繼續往下掉 它水平方向的速度都不會變 然後它Y方向的速度的話 會變成多少呢 就這裡外方向的速度 就是說V VY 比如說掉到這裡的速度 它外方向的速度我叫做VYPLAN VY的平方 減掉VY的平方 減掉VY的平方 等於速度運動公式 等於2AX 就是2G的多少呢 H H 所以 掉到這裡 它的那個VYPLAN 等於多少呢 等於2GH 加上VY平方 好 它那個水平方向速度沒有變 所以它水平方向速度 還是連兩個VX 也就是說 它的V平方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就是VPLAN平方 這是等於VX平方 加上VYPLAN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 把這個代價 就是VX平方加VY平方 我叫VX平方 加V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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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多少呢 好看喔 這有平方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這是VYPLAN平方 就等於這2項 把它加進來 就等於這一項加這一項 就是VX平方 加上VY平方 加上2GH 2GH 好 那這個 嗯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就跟這個一樣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原來的什麼呢 原來這個V 所以這V平方 加上2GH 2GH 所以呢 這個VPLAN 跟這個VPLAN 是一樣的 你把那個 把那個M消掉 M消掉以後 乘以2 這裡的VPLAN平方 等於多少 等於VPLAN 加上2GH 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你這個 掉到這裡 它的什麼呢 它的VPLAN 跟你直接從這裡掉 這裡的VPLAN是一樣的 啊一樣啊 這裡的話 這個水平速度也是一樣 水平的話 這裡C的話 它的水平速度 是V嘛 它水平速度 是V 所以呢 它水平速度 水平速度 不會變 那Y方向的速度 它會從0 變成多少呢 從0 變成了那個 VY double G VY double G 的平方 就是 前子方向等交速度 運動 減掉0的平方 等於多少 等於2S 2G 多少 H 所以 VY 差不多 平方 是等於 2GH 也就是說 C這個的話 會跑到這裡 來 它前子方向的速度 的平方是這個 水平方向的速度 就是V嘛 所以它那個什麼呢 它那個 就是 VX 就等於V了 所以它那個V' V' 就調到這裡 它的V double G V double G 平方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VX平方 加上VY double G 平方 那VX VX 是不會變的 就是等於V嘛 就V平方 加上這個是2GH 所以這個V double G 的平方 跟V'平方 也是一樣的 跟這個也是一樣的 所以的話 它掉下來 它的速度 跟其他人 也是一樣的 都是 都是這個 你就用運動學 來分析的話 結論也是一樣